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饿 先饿 Yo what up 我是Fashion Boy 欢迎来到这个 还没有命名的新系列 今天我们不谈Fashion 我们谈Style 所以我们的开场比较有Style 这个是Style 不不 开开开 有什么意思 外套 多好多 再一个 各位小飞仙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谈Fashion 我们来谈Style 准备上课咯 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个Style叫做Wabi Sabi 我讲它听起来真的很像一个骂人的字 但是它不是 Wabi Sabi 它是一个日式的神仙美学 它就好像希腊神话在西方的审美当中的那种地位 它是一个权威 它影响了整个日本的发展 我吵吵 它真的还是很像骂人 So Wabi Sabi 刹技 它是一种以接受短暂和不完美为核心的日式美学 它们的美学讲究的是不完美 无常还有不完整 我在听起来好像很假白 很低这样 简单来讲 它就是缺陷美 所以它的特征都是粗糙的 不完整的 或者是不规律的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以自然界的东西为基础 也是我理想中的家长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种这样的美学它最吸引我的是 它跟minimalist不一样 它比minimalist多了一种生命的气息 Don't get me wrong 我喜欢minimalist的理念 但是我每次都觉得这种东西它给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太平坦干净的一个人 我喜欢比较我层次 我比较喜欢有大自然 所以我非常喜欢花草树木石头那种强破裂 也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有丑皮大作战这个系列 是一切都是从这边开始的 所以我记得我最近去韩国 Vivian 去了Honda一间卖耳环的地方 没有错话的地方名字应该是叫Arcade 它从门那边就开始吸引我 它的门是一种有种生锈的铁 然后旁边的柱子就有很多不规律的木 然后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整间店哦 就是这样大 一共有三个通道 那么间隔这三个通道的是一个玻璃室 它里面的天花板就有很多灯 它像Batman的parking这样子有很多灯 然后整个空间它只是放两条木桶 我一看到我真的觉得哇 非常的Zen 那么刚刚有提到Wabi Sabi是以自然为基础 那么它是将生活和禅学的艺术做一个融合 我觉得这个理念它所提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 你可以把一个东西变得更加practical 但是你不要改变它的韵 对 它们讲究是一种韵味 它想要你用这个东西让它自己散发出它的光芒 它的气息 它的韵味 太完美的东西很容易让人家转移视线 忽略它本身的这个值 我觉得这Wabi Sabi的美学 它非常注重的是Expression 它觉得每个东西都是美的 The only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the eye to see it in? Wabi Sabi is all about accepting your imperfections and making the most of life It is a way of life that appreciates and accept complex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value simplicity Wabi Sabi is like minimalism with the conscious choices 至于它是怎样来的呗 这边就要给你们讲个故事了哈 让我启动仙人模式 Wabi Sabi 起源于日本 来自于佛教 还有茶道 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么一个传说 茶道一开始这个东西它是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禅意浓浓 非常的平价 它是和尚用来修道用的 但是后来就被很多大将军 当成是一种炫富的管道 炫耀的就是他们从中国运回来的高级茶具 那个年代非常的流行 一边品茶 一边观月 那这个大使就跟他的徒弟说 我对满月没有什么兴趣吧 我倒是对那个弯弯月光下的月亮 比较有兴趣 因为它的弯度明亮度都非常的不规律 然后有时还会有乌云在旁边相搬 我觉得这一种才是真正的美 同时他也跟他的徒弟讲 我们应该要舍弃所有这种高档的茶具 因为它违背于我们修道人 我们应该用日本工匠们手工打造出来 不完美的这些茶具 那个年代是还没有Wabi Sabi的存在吧 但是他绝对是Wabi Sabi的祖宗 然后再过来一个几百年 这里就有位大使 有一天他儿子就帮他打扫他的庙 打扫到非常的干净 他儿子也很 proud 等着老爸回来 站自己站到上天花板吧 然后这个大使看到了过后 然后大使就拿着他的拐杖 敲一敲这个枫叶 几片枫叶这样子轻轻的轻轻的 飘落在地上 然后他就点着点头 他说Wabi Sabi 不是 他是说哇 这样子整个环境 才更加有味道 这整个故事我只是省略来讲 下面我就留下两个link 给你们去看 有兴趣研究的小飞仙们 可以去看看 这边有完整的资料吧 其实Wabi Sabi 也是令我真正爱上时尚的一个因素 我第一次接触时尚的时候是streetwear 那时我买Milk Magazine 看到很多streetwear 陈冠奇的那个年代 那时是日式的streetwear 非常的影响到我们那一代 当时我记得我是被mastermind吸引 我很喜欢他那种神秘的魅力 后来给我留意到另外一个牌子 那么我之所以会留意到他是因为G-Dragon 龙哥就在他的店拍了一张照片打卡 我就觉得哇 这个雕像很美 没错 他就是传说中的黑暗大师Rig Oven 我是因为Rig Oven 所以才真正喜欢上时尚 尤其是我喜欢上时尚 我应该更加喜欢 那整个空间的设计 Rig Oven本身的衣服的设计 我觉得是真的称得上是timeless的 他的东西是我认为越久越有味道 越旧越好看 除了衣服设计以外 还有自己的furniture的支线 他完全全将Rig Oven 还有wabi-sabi融合在非常的到位 其实我觉得Rig Oven 它的东西最大的魅力是在于 放浪不及 而且很实验性很raw 我就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 到今天为止 我都非常想要 Rig Oven跟Chrome Hearts联名的那对 除此之外 我也非常喜欢他的穿搭风格 他带起了那种穿很多件 潮人是真的没有温度的 当然很多人也会说 Rig Oven他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 我觉得天界都应该有一定的自恋成分在里面 啊 半夜起来突然间 哇 What the fuck 结论是 我觉得在这个年代 资讯来得太快 资源来得太容易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的浅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judge一个人 把他的cover 也就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年代人 他们比较装着衣服 比较装着衣服 比较装着衣服 当然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矛盾的 你穿的好看 确实是想给人家称赞 你想要给人家看到 you know 所以 时尚是奢侈的 也是虚荣的 but 我相信在时尚的背后 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意义 比方说 you know 它是一个生活理念 就好像Wabi Sabi 它不只是一个设计的美学 它是一个价值观 审美观 还有世界观 然后我在金明Fashion Boy的频道 我也是一直跟着这个方向去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18斤时间去 丑皮到作战 捡到包 即使这样穿就对了 我穿的很多东西 都是可能比较不齐眼的品牌 甚至是没有品牌 或者是二手店的衣服 或者是自己DIY的东西 A Wiseman One Set 潮流是就给有钱人玩的吧 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 这句话的来源就是说 衣服贵不一定是错 便宜也不一定是丑 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就好比吃鲍鱼不代表你很有钱 我不吃鲍鱼不一定是我穷 只是因为我不舍的 所以它是一个取舍 我觉得 食尚不应该只是一盒酷 它应该是你的生活态度 让你变得很酷 因为只有一盒酷的食尚 我觉得它非常的肤浅 但anyway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懂 你喜欢的这种 室内设计的风格是什么 我们可以底下交流 然后我也会留下一些 我常常去吸收养分的Instagram profile 给你们带来去 吸收一点养分 其实基本上每一天我醒来 我看的东西 70%都是关于 室内设计的 可能只有20%是关于 时尚 因为我真的觉得一盒酷 还有球鞋这种东西 我已经有太多了 不太需要 我觉得我比较会 invest在空间 因为我觉得空间 才是真正培养 我们气质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anyway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一下 试看个吧 试看点赞 喜欢我的视频 也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 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你们一定无法想象 这一边是我拍了 第三次的版本 容易吗 容易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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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